如果我問你,那你帳目怎麼記錄? 你帳目怎麼記錄? 你帳要怎麼記? 你的帳要怎麼記? 因為這個交易發生啊 那我算這個出來的目的就是我要入帳啊 我的帳目要怎麼記? 你的帳目要怎麼記錄?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看我們的交易分入怎麼記錄 好,我這個機器 因為我買了一個機器進來 機器設備 然後呢,我產生這個 我拿到這個資產 我犧牲我付的是什麼? 我還沒付現金啊 因為兩年才要付啊 每年之後才要付啊 所以我先給他的什麼?應付 我給的是應付票據 好,我要應付長期票據率超過一年 那我的應付長期票據呢 因為我開的面呢是12彎 好,接下來我問你喔 好,那我的機器是不是要入帳12彎 那我的機器是不是要入帳12彎 是不是要入帳12彎 是不是要入帳12彎 那他要入帳的經驗是多少? 那他要入帳的經驗是多少? 好 好,我再公布答案喔 成本原則 因為你剛入喔 成本原則 政府任務 配合原則 也是資深 成本原則的意思就是我 交易當時用多少 付多少錢出去 現金是多少 就是我入帳的成本 那我這個機器 那我這當下 我就直接付現金 我交付9萬9千 7百嗎? 174 所以我就承認這個機器的成本 是9萬9千174 這個就是成本原則 好 你不能說 我把未來兩年的利息 都存在這裡面 這不是 成本原則 好 因為我機器買到了 我就可以開始用了 所以我的成本就承認到我可供 我們說成本原則是嗎? 到達可供狀態之下 一切的合理支出 那我可供狀態就是 我現在機器買來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那我現在如果 直接付現金 我只要付9千174 所以我的機器 所成員的成本 就是9千174 可是我這個應付票據的金額呢 是面額是12萬啊 跟我這個成本之間差的 我們叫做應付票據折價 好 那我如果寫得很完整的話 叫做應付長期票據折價 好 所以折價的金額是 不要考慮我們先算 20826 好 所以這句話 你這個交易裡面 反映出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機器成本 是9萬9千174 第二個 這張票據長期票據 在交易當時候的價值 也是9萬9千174而已 有沒有說 一付票據不是12萬嗎 折價啊 當你折價的時候 編了這個數字是 這個客戶是編在這個下面 那因為應付派幣是負債 這寫在介方 所以它是什麼 它的減價 所以12萬減到20826 所以這張票據在交易當時候 這張票據的價值也是只有9萬9千174 這樣看懂了嗎 好 至於呢 我也告訴你的意思是什麼 一封票據折價 發生的時候你要放在哪裡 我們說 基本上你寫分錄 寫完的時候 你都要去想 這個科目放在哪一個報表 哪一個位置 機器當然是放在資產物代表的 非流動資產的相像 那應付票據 應付長期票據一定是放在什麼 非流動負債 因為它是長期負債 那這個科目呢 因為這個科目是因為這個而產生的 是配合這個科目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寫在在下面 跟這個寫在一起 那因為票據負債本來是在發生 應該是寫在在一方 我這個是寫在介方的進行 因此這反映出來是 當我這個交易當下 這張票據的限值 就是99174 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 這樣看懂了嗎 好 那這個科目呢 假設 這是沒有講哪一天啊 假設 我現在舉例 假設說呢 我是在10月 對這個交易呢 我是發生在 差五年的10月1號 那我差五年的12月31號 就要做調整啊 快進年度結束 快進年度結束就要做調整 調整兩個 一個是機器的折就費用 那機器折就費用 我們先不講 因為機器折就 我還去假設它的殘值 它的耐用年限 我去選一個折就方法 所以機器基本上年底要做折就費用的計算 可是這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要講的是這個票據折價 到年底的時候我要怎麼做 這個票據折價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了 雖然它是一個不複習票據 可是我如果現在直接付現金的話 我交付99174 可是兩年之後我財富的話 我要付12萬 中間的2萬多塊就是我的利息 它只是表面上說沒有利息 事實上有沒有 那還是有 所以我說你千萬不要被文字 或者是口頭上給騙了 他說這無息 怎麼可能無息 你跟我有的是什麼特別的關係 你怎麼會無息借錢給我呢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代價 那借錢就是利息嘛 最簡單的代價 因此我就要去算 這個票據的折價 當它的時間經過 它就要變成是利息費用 好 那利息費用 這個票據折價怎麼算? 你看利息費費 我們叫做貪消 不過它只有兩年而已 比較容易吧 但是因為我不是完整的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我現在寫一下我的貪消表 好 我的奇數呢 是兩奇而已 奇數 應其費用 應付票據 賬面價值 應付票據 賬面價值 好 一開始我的位太佳金的是20826 所以我的一副票率價值 賬件價值是99174 好 現市場利率是10% 所以在寧末的時候 我是每一年年底付一次利息 如果沒有特別少 我的利息支付時間 就是免費才支付的 好 所以一開始你要想說 我跟人家借錢就是借99174 一年計息一次利率是10% 所以我的利息是9917 9917塊錢 那如果我探銷了這個金額之後 我為探銷的金額就會減少 因為已經探銷了 所以加9917 所以我剩下的是10909 那因為我的照片價值 因為我貪銷了之後 因為這個我產生利息 我就有什麼 還沒有付給人家 所以我照片價值就會增加 你也可以把他強成 我的照片價值是12萬的面積 去減掉我不會貪銷的金額 那你也可以把他想成 我的那個照片價值去加上 我貪銷的金額利息費用 也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的12萬 就是照片價值是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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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第一期之後 我的貪銷價值就是109091 我說你可以把他想成這個數字 因為我的利益 我本來簽人家這樣子 可是一年之後 我還沒有付人家利息 所以我簽人家金額增加了 因為利息費用 不能要發生我付錢了沒有 沒有 一年之後再一次付 所以我欠款你的金額 就變成109091 好 那第二期 我再承認的利息就10 一樣啊 我借款的金額 全上10% 10909 好 所以我未貪銷的金額就0 到時候應付票據的 應付票據的帳面價值就12萬 好 所以我做這個貪銷表的目的是 要把我的應付票據的帳面價值 貪銷到他的稻期值 好 這樣看懂了嗎 好 所以我們算完之後 我們就要寫我們的分路 好 那我們的分路要怎麼寫 應付票據貪銷是不是要減少 所以帶應付票據的折價 我借方的分路就是什麼 利息費用 就這樣可以 這樣我們就這樣 要看懂嗎 好 應付票據貪銷 貪銷的金額要減少 那原來發生在借方 他減少就寫在貪方了嗎 很簡單啊 那他相對的科目呢 有待方就要有借方啊 借方的科目就是利息費用 好 那你這邊也有別的地方要注意 但我這個日子是舉的比較複雜一點點 因為呢 就是一年的利息 我現在就有什麼幾個月 三個月 好 例如是10月1號發生的交易 到12月30號三個月 最乘上十二分之三 就是期末12月31號 我承認利息費用 耐應付票據責價 好 金額就9917 除以3 還除以4種子 好 就是2479 就這樣而已啊 好 課本上面呢 這一張因為他沒有在強調這個 他只告訴你怎麼算這個金額 但是我要把分顧帶進來幫你知道 告訴你的分額是這麼寫的 好 告訴你的分額是這麼寫的 好 好 那148頁呢 就是公司債的發行價格怎麼算 就是我們一開始幫大家回憶 那時候我們出塊裡面 在講公司債的時候 可以提到發行價格 那小姐告訴你怎麼算 你所以你有告訴你 因為每次付利息的限制 然後到期又還了本期的那個負利限制 他每次利息的叫凝利限制 但是沒有跟你講得很仔細 就是沒有從年金 負利 怎麼入戴上的 但是這裡就告訴你了 好 所以我們前面講的 負利 後面講的年金 那其實在我們出塊裡面 就已經有這些的應用了 所以公司債的發行價格 在我們上太季的時候 再出塊一個特定期 教大家的出塊 大家清楚嗎 好 所以這個 或者是我們在會計裡頭也好 或者是財務管理裡頭也好 或者是個人未來裡的 理財管理也好 都會用得到 都會用得到的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作詞,請選擇,請選擇 你是不是在法案中 我們陈征然 你又是誰 你今天有可能 呃,還是沒有來嗎 我還是沒有來嗎 現在宇誠,你跟誰住 我還是宇誠,你跟誰住 你跟誰住 你跟那爸媽, 世家裡 他真的跟爸媽住 他不常來嗎 他不常來嗎 你不要想說我關心他 今天下午你有沒有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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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把你挑回來 呵呵呵 來吧 來 來 她的小學 這個啊 她是看到我就 很不想看到我 好 今天她會來 請她到西班 找一下立修 這個家瑋嗎 家瑋有掌控到她嗎 對 請她找立修 我會跟立修講教 立修都會打電話給我 我想要跟她聊一些 呵呵 好 我那也是希望 可是我不知道她怎麼說來 我可能會去那個 行政大樓 如果她 如果她 對 好 要不然她要一起 你們兩點上車嗎 一點 喔 那你待會兒說來 算一下她機率有多高 好 沒關係 我待會兒 是待會兒下桌子打電話 好 好 教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教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把寫完好 我第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因為科目一樣 比較寫進很多號 好 然後你可以看呢 這是第一年的 好 就等於說差五年的十月一號 到差六年的十月一號 最後我到期是差七年的十月一號 因為我差 我現在是什麼 站在這個時間點 十二月三十一號 那我這邊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差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這一部分是這個數字的十二分之一九 我加上這個數字的十二分之三 對啊 對啊 看 啊下一年的話 差七年的十二十一號 所以他最後一定沒把他什麼 我們只是切割而已 就是切割而已 好 所以我們到時候公司在講 如果你提前清場的時候 你又有類似的狀態 好 好 第四單案沒什麼問題 好我講很多呢 其實就是自己動手 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公開的舞蹈秒落 是在禮拜天的下午六點到九點 在管二零一九 就才管西旁邊 才管西班陸區的旁邊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好 我都請 請你記得善用這個資源 好 你讓他坐在那邊沒事 看他也可以理解他 按理完 好 就是說 基本上 我覺得你也讓他幫了一下功能 因為他到時候 因為他有寫 寫那個 我今天就在這邊 沒有打到任何一支問題 你還沒有人來問我 就這樣子 那他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其實對他來講 會很過責 所以為什麼 要來跟大家講 再生的提醒 或再生的火照 就是說 禮拜一的下午六點到九點 有那個會計的部長角度 坐在管理委員的二零一九的教室 二零一九他們 那個小辦公室 好 大家要善用這個 下個禮拜我想 當然 如果很多 我也講 不是只有那個時間點 可以問 可以 如果你要問我任何問題 好 我也歡迎你 如果你是小小的問題 你可以寫沒有給我 好 如果你問我的這個問題 我認為在mail裡頭 恐怕沒有辦法跟你交代得很清楚 或者是這個問題裡頭 其實有很多的條件要考慮進來 如果A條件應該怎麼做 如果B條件應該怎麼做 但我覺得在mail裡頭 可能會很難說得清楚 我就跟您約時間 雖然我的office hour是禮拜一跟禮拜四 但是我知道那個時間點 有很多同學是 不是很方便的 好 因為也可能有課 因為禮拜一的下午 三點到五點 還有禮拜四的下午是三點到五點 那你可能會有課 所以你可以另外跟我回時間 只要你可以我可以 我都可以來討論 好 所以我們有一定約定 是你現在在office hour 但是你要採用所有的詞語 很多人你叫給我 沒有 我就要看到我習慣很多 沒有辦法欠人家東西 所以我一看到沒有的時候 我真的是 所以只要是我方便回覆的時候 我就不喜歡 所以昨天晚上也是 你們今天早上 我看到一個沒有 因為用手機 這個吃太多了 我吃太多了 為了我可能要帶一隻 然後歡迎進來上課 看了我覺得太累了 所以我早上七點多來學校 第一間請就進去他的內容 因為他問我的問題 那寫得很長 好 因為這個問題幫你加密 好 所以可以做 然後現在看了 我馬上就回覆給他 好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就可以很快的回答 那如果大家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要講講可能呢 所以要當面說清楚 那我就要看這個時間 好 所以我的時間呢 並沒有約定 一定要成時候 但是你就要善用我這個資源 好 好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就請大家好思為之 我想很多課應該都還給考試嘛 好 三塊你們知道了嗎 好 也是下禮拜 也是下禮拜 好 好 那就考完以後大家就會很開心 好 那就是 大家就好好的 預計有兩課而已 好 那我一開始 我們就把我們的Service 就給大家 就告訴你 我們的時間安排在什麼時候 所以你就要盡量把你的時間安排好 那這樣的話 你才不會說 所有的考試都是困難到所有的考試 所以我來進行準備 好 我們就把時間給大家了 所以請大家能夠 嗯 還是 早快呢 做好 後患的準備 好 那第一次考試的範圍比較簡單 其實沒有很複雜 而且沒有很多坑物要同學好 所以我相信呢 應該有些講一下 我們就要講說 第一次考試要保握 第一次考試若考得不好 第二次考試 恐怕你能夠那麼考得很好 看你最後一句話 不賣了 還是如果第一次考試 你能夠把它考好 接下來你可能考得不好 好 最後的結果也還不會太差 這些考試也其實都要的 好 那我就請大家呢 嗯 好好的回去周圍練習 那有問題 劑量的品質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先下課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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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